我認為很重要 但我覺得更重要的是 它應該慢慢來 為什麼這麼說 我們放眼英國這個老牌的民主國家 大家知道英國的國會改革歷經幾年嗎 87年 對 好幾百年 從1867年 1884年 1991年 1994年 等等等等 564的改革 為什麼英國要弄那麼久 拖那麼久 它廢嗎 英國政黨貪污腐敗嗎 為什麼要拖那麼久 因為一個成熟的民主憲政體制 它不是一次就修到位 一次大改 大改會讓國家亂套 對嗎 對 英國每次修改國會的時候 並不是在戰爭情況 或是在跟他人即將有衝突的時候 但我們有沒有一個敵人在旁邊 有 在這個前提之下 我們這一次直接大改英國經歷的百年 修改他的國會改革 他都沒有擴權到像台灣今天如此的地步 對嗎 對 那你總是拿歐美來說是 請問你說的歐美是什麼 俄羅斯嗎 什麼俄羅斯我也不知道 國民黨每次立委多數的時候 總是想盡辦法 要阻擋我們的軍購案 國防預算 這個大家我相信從陳衰扁時代都有目共睹啦 擋了幾次 69次 上一次不是這個中共軍演嗎 前幾天而已 他們派出了他們的王牌 3D動畫解放軍 大家有看過那條影片嗎 對 他用了3D飛彈炸台灣 啊沒事 他用了3D動畫炸台灣 但是我們台灣軍方也公布了兩段畫面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看過 這兩段畫面是跟美國買的武器 鎖定了解放軍機殲16跟轟6 大家知道鎖定代表什麼意思嗎 對鎖定了你逃不掉 這次又掛彈配合9X翔尾蛇飛彈 我們台灣這次潛伏已久 好不容易讓我們實力展現出來 你有沒有發現 中共官方不敢對這次台灣軍方公布了這兩段 進行所謂的闢謠 這證明了什麼 我們是不是在國防軍事外交選對的人對的黨 那為什麼國民黨立委多數的時候一直擋 即便是上一屆 國民黨立委少數的時候 馬文軍這些人也擋了對吧 造成我們的國防軍勾案又延緩了一陣子 我們可以從這次軍演看到 民進黨立委八年來的執政 我們民進黨 把國民黨從從這邊時代 把國防預算漏洞提升到很高 而且提升了 台美台日的實質關係 請問國民黨在幹嘛 而這一次在裡面 國民黨又是絕對多數 那你說上次他絕對少數的時候他都擋了 陳水平時代他多數的時候他也擋了 這一次 我跟你各位說啦 未來的一兩年內 擋掉任何的軍事預算 然後說什麼我要查貪污府必要嗎 你選這個就是貪污啦 我們的國防預算又要被停滯多久 我跟你各位說這實踐的問題 你們就等著這一兩年會不會有黨軍事預算 然後跟你各位說那些錢我們要幹嘛 發展觀光啊 那些錢我們要拿來幹嘛 蓋花蓮的一些東西這樣子 蓋一百條捷運豬石類的 信不信 這些錢我們為什麼不來好好 提升我們自己的國防預算 我們旁邊沒有一個敵人嗎 有沒有這個敵人 好啦 反正這一次的這個 我們釋放出這兩段 讓非常多中國知名的軍事博主破防 說欸 其實他們也沒有質疑這段是假的喔 他們都說 你竟敢鎖定我們 欸 這證明是什麼 他們怕了 他們慫了 所以我們這一次要好好的支持 對的人對的黨好嗎 好 好啦 我等等必須趕車了 我要回花蓮主導花蓮晚上的場次 加油 最後說一句話